就业统计是做好就业工作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特别是就业数据的正式准确 是就业统计工作的底线 所以为了更好的做好就业统计工作教育部呢 今年专门召开了会议 进一步研明就业统计的纪律要求 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 四不准就是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 不准以护党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 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的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还有就是三不得就是不得不切实际向高校和学院提去向录实力的具体指标 第二个不得呢就是不得承认加码向辅导员摊派就业任务 第三个不得将单一的去向录实力指标 以就业工作人员或者辅导员的绩效考核 还有评优等等挂钩 请不吝点赞 athon Dit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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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